他说的,什么是团队意识? 好的教练如何要求队员? 每个队员在比赛中, 出动发挥出在自己位置上的技术特点。 这就是最棒的团队。 因为好的团队是互相支持, 从而达到个人最棒化的。 而不是为了团队牺牲自己的特点。 如果是牺牲你的特点, 我让你上去干什么呢? 我不如让没特点的人上去披。 送给业务不寻航拿到上岗证的你。 此前, 高楼楼曾在微博上, 多次对中国足球的现状进行破轰。 他曾表示沈祥福的职教能力差, 沈祥福拒绝高楼楼楼杨视讯和学习, 以及中国足球现状的不满。 而今日的破轰, 是高楼楼在最近第五次在微博公开发表自己的干彩。 高楼楼曾在1999年加盟国王, 并在2006年离开。 沈祥福曾在期间担任主教练。 而高楼楼和当时聚力部的主帅沈祥福, 因多担任的人民逐渐越化。 而高楼楼最终也离开国王。